来来祝福节快乐 在金融市议员年恩典协助下 国民党金融市立委参选的林佩祥议员 一一赠送月饼给每一桌的长辈们 这项结合金融在地知名企业的公益活动 中秋节在基隆博爱仁爱之家登场 林佩祥希望透过美味的月饼 将爱与关怀送到社区 主要是因为说在这边的年长者 基本上都是跟家人有些距离 所以今年特地佩祥跟我们温沙宝一起合作 非常感谢温沙宝的支持 然后我们来送月饼给我们这边后面的老人家们 一方面让年长者在接受这次的月饼的时候 受到一点关怀 一方面也代表我们的一些敬意跟爱心 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年长者 不只是在不爱仁爱之家 还有所有我们基隆年长者都能够过个好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民国41年成立的基隆博爱仁爱之家 目前共有230位长者居住 远方特别举办中秋节联欢会 让长辈们享用美味佳肴 包括前议长张芳丽 与基隆一姓副总林昏黄等人 都前来共襄盛举 赠送长者加赛金 加上林佩祥的爱心月饼 让高龄86岁的前基隆市长 博爱仁爱之家董市长林嘴目 相当感谢 现在每一年我们这个中秋节 都提早一两天过中秋节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中秋节的当天 有很多家眷 会来带长者回家去过节 所以我们先举办 这些长者的在博爱仁爱之家的 过节的活动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的所有的市民 给我们博爱仁爱之家的支持 也感谢这些长者住在这里 大家非常的合作 非常的愉快 林佩祥也期盼 透过这项公益送冷活动 鼓励更多民众与团体加入 一起让基隆成为更加温暖和美好的地方 记者张旗潘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